叫土木堡之变 不叫战 是暗指阴谋正变吗 不太能叫土木堡之战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没战呢 他战个谋啊 他直接就被人治了 这里面有战吗 其实土木堡之战本身 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如果朱祁镇明英宗逃回来了 那这个也不能叫土木堡之战 土木堡之池 第二呢 一般说变 通常是指皇上 重大政局发生了变化 土木堡之变 由最场战争引发的后果 确实是让明朝的政局 发生了巨大变化呀 其实说土木堡之变 他更多的是强调 后面整个这一套政局动荡 换皇帝引发的这一系列后果 天道好轮回 金国的灭亡比北宋更丑陋 有一次守城战 也是守守都啊 非常非常艰苦了 蒙元不有炮吗 就是投尸机 炸的呢 都是城墙上那些标楼 那怎么防御呢 就是用竹子 用一个比较大的走棚似的 倒到城楼上 竹子不是能起到缓冲作用吗 你石头砸过来了 他就给弹出去了 走城的那个主帅 就说在城内征集竹子 执行的这个将领呢 找不着 发现怎么这么怪呢 这么大一个城里面 以前有啊 怎么就 竹子怎么能找不着呢 然后他下面有个失业什么的 跟他说了 这个命令啊 不是那个主帅下达的吗 你到他家里要 必有收获 他就去先去找主帅家的管家啊 什么的啊 问你这竹子有没有办法 我们这有啊 那给肯定不行 你再买 极高的价格 买了一堆竹子 回来做了这么一个竹办 什么意思啊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主帅 先把城里的竹子 都囤积起来了 然后下了这个命令 要求你们给我去找竹子 没地方找啊 就得到我家买 花铐架收工 这是都城攻防战 而且打的已经非常艰苦了 眼瞅着都很可能被灭国的呀 这还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呢 这其实都不分前后方了 城外吃紧 城内紧吃